从没见过如此狂暴的女人 面对着猥琐男的亲密接触 她直接反手就是一巴掌 还了结了一个段子绝孙角 直接连男人都打懵了 然而这还没完 当有人准备上电梯时 没有打过瘾的女人 竟然直接说电梯坏了 按了个顶楼 准备一次发泄个够 因为她等这个倒霉鬼 都等了好多天了 原来这个女人正是外号母老虎的 韩国前柔道冠军 虽然现在的她已经退役 并成为了一名看似柔弱的高知女性 但是她骨子里的暴脾气 却从来没有改变 不仅看到电视里的渣男 她都恨不得把电视砸了 日常更是需要 每天练习游道来发泄自己的火气 要是工作中遇到了不顺心的事 那就更吓人了 她会把发泄屋里的所有东西 全部都砸烂才肯罢休 与至于 她现在已经是韩国的发泄物联盟 黑名单上的VAP用户了 就这样 失去了一个发泄机会的女人 已经开始浑身不舒服了 可就在这时 公司里忽然传出一个消息 最近公司电梯里出现了一个猥琐男 已经有好多同事都遭到了毒手 听到这个消息的女人 如获之宝 于是她每天都摩拳擦掌 等待着这个倒霉鬼上钩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天的蹲手 这个猥琐男终于被她碰到了 看着这个倒霉蛋 女人决定要好好发泄一下 就这样 这个纵横了猥琐界二十年的男人 在女人二十厘米的高跟鞋下 被踹得住了半年的院 并从此出家戒掉了女色 本来热闹的大楼里 就因为一个女人的出现 就瞬间安静了 并纷纷给女人让出了一条路 看着女人强大的气场 和眼神中的杀气 同事们都知道 今天估计又有人要倒霉了 果然 只见女人连等电梯的时间 都不愿耽误 提着丹田之气 就爬上了二十五楼 冲着一个眼睛男 二话没说就是一个暴击 原来 女人虽然是年薪千万的小富婆 但由于其一场火爆的性格 和前韩国柔道冠军的身份 使得她成为了男人的禁区 没有几个男人 感冒着被打死的风险和她交往 然而就在女人都觉得 自己可能要终老一生时 一个眼镜男下属 却对她展开了疯狂的攻势 就这样 这个强势霸气的女人 在眼镜男的花言巧语下 彻底的迷失了 而眼镜男也在女人的帮助下 摇身一变从一个临时工 变成为了部门主管 可让女人忘了没有想到的事 男人一有了权利就会变坏 自从这个眼镜男成了领导 她就开始利用职权之变 勾到公司里的女孩 然而面对公司女同事的举报 天生大调的女人 却始终没有相信 因为在她的眼里 自己这么优秀的女人 外加上自己这绝对的武力值 是没有哪个男人敢随意造此的 于是 这个迷之自信的女人 不但没有去深究男友的问题 反而每天努力地调节着自己暴脾气 为将来能有幸福的婚后生活做着准备 可让她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正是她的这份纵容 使得眼镜男更加的猖狂了 现在的她已经看不上公司里的女孩了 她甚至已经猖狂到 拿着女人给的钱 开着女人的车 炮起了演艺圈的小明星 然而这一切 没能逃过娱乐圈的狗仔 最终全被曝光了出来 当看着自己的男友成了全韩热搜 女人这才恍然大悟 自己竟成了最傻的那个 然而此时的渣男还不知道 就因为她的行为 已经彻底激发了女人本就狂暴的心 从此之后 这个女人将成为 韩国无数渣男的噩梦 从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渣男 当岳母得知她家暴自己的女儿 气得把晚上炖汤的海带甩在她脸上时 她不仅没有任何内疚 竟还直接嚣张地生失了起来 然而这还没完 不久之后 渣男竟然把好妹妹带回了家里吃饭 并明目张胆地在老婆面前秀起了恩爱 更夸张的是 当她老婆想用怀孕的方式 来最后争取一下 挽回这段感情时 她的回答 差点把她老婆直接送走 不过万幸的是 这一切只是一部韩国狗血剧的桥段 可谁知 偏偏就有个爱追剧的女人 已经看进去了 开始走火入魔了 看着剧中这个渣男 这个平日里本就性格火爆 眼睛容不得任何沙子的 充满正义感的女人 决定一定要找到这个渣男 好好教育一顿 于是她开始翻找这个演员的所有信息 可让她奇怪的是 这个演员不仅没有经纪公司 互联网上更是搜不到她任何信息 这下真让这个豹脾气女人 一肚子火不知道往哪里泄了 然而 就在她的火气无处发泄之时 前方忽然传来了抓小偷的声音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人 建议勇为抓小偷 结果却发现小偷竟是电视里 她最恨的那个渣男演员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一切尽是在拍戏 直到整个剧组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时 她这才感觉自己又犯傻了 可为是已晚 男演员已经被她打骨折了 看着这个病床上的男人 虎妞第一次有了负罪感 然而随着她和男演员的深入聊天 她的负罪感也越来越重了 她万万都没有想到 这个在电视里令全韩女人 都恨不得掐死的渣男 生活中简直太乖了 不仅说话谦和 眼神单纯 为人还十分的老实 面对被虎妞弄断的腿 这个至少可以敲诈千万的机会 她不仅没有像 以往那些被虎妞打的男人一样 又哭又闹 变着法子想多要点虎妞的钱 反而告诉虎妞自己没事 让她先走 就连虎妞想给她换个单人病房 都被她婉拒了 而当虎妞得知 这个演技这么好的男演员 竟然连经纪人都没有 只能自己在这照顾自己时 这个一向认为 天下男人一片渣的虎妞 彻底麻了 她决定一定要好好照顾 这个可怜的好男人 于是第二天 当她看到其他女人 也像她之前一样 因为男人所演的坏角色 欺负着男人时 她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并大手一挥好指百万 给男人换了个VIP病房 正儿八经地给男人当起了经纪人 开始每天照顾着男人的生活 然而让虎妞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随着她和这个神奇男孩接触增多 自己曾经那个不受控制的暴脾气 好像都开始变化了 哪怕是碰到了前男友这样的渣男 她也能控制住拳头 不再以暴制暴了 更让她觉得神奇的是 现在的她不管心中遇到什么事 只要来到这个神奇男孩的病房前 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看着这个能改变自己的魔力男孩 虎妞好像第一次感受到了心动的滋味 这个小富婆太可爱了 只因自己喜欢的演员 在剧中忽然死了 就气得不行 于是她找到演员 问她怎么突然死得这么草率 然而当演员告诉她 是因为自己骨折了不能拍摄 所以导演才把她提前杀青史 小富婆这才恍然大悟 看着男演员被自己弄断的腿 小富婆陷入了自责 于是她决定一定要帮她拿回来 就这样 她推着演员来到了片场 找到了导演 希望能把演员再次复活 可让小富婆没有想到的是 不管她怎么大闹 怎么恐吓 导演却始终带着蔑视的口气 一口回绝了 看着导演嚣张的样子 小富婆决定不再低调 亮明真身了 果然 当导演看到小富婆的名片时 刚才还一副嚣张模样的导演 瞬间变了一副舔狗的嘴脸 原来 这个小富婆是韩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总管 每年光他们拍摄的剧集就有上千部之多 其中更是包括光明荣耀 财阀家大儿子 这样的顶级作品 看着这个能抱住金主妈妈大腿 一举成为明导的机会 导演自然不想放过 于是他立马答应小富婆 以后的每部戏一定是男人做主角 可谁知 小富婆却不买账 非要这部戏就把男演员复活 这下可把导演弄不会了 一时想不出好办法的他 只能在原地发呆了 看着导演笨头笨脑不开窍的样子 小富婆也只有用自己多年看剧经验 亲自给他们指导一下 听听 어느 날 갑자기 죽은 민혁이와 똑같은 사람을 나타난다 알고 보니 민혁이의 쌍둥이 형제다 双둥이 형제는 민혁과는 달리 착하고 좋은 사람이고 새 장모와의 진짜 유니스가 펼쳐진다 오 좋은데 就这样 在小富婆天才的想法下 男演员不仅被成功复活了 还一举成为了剧里的男一号 更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正因为这个神奇的改动 让这部本来小众的狗血剧 逆举成为了韩国全民观看的狗血神剧 哪里还有这么可爱的小富婆 当看到来找她的男孩 满身是血的时候 她的第一反应以为男孩被人欺负 于是 会武功的她 非要去揍那个人一顿 然而当听到男孩是眼群眼 才化妆成这样时 她更是心疼地说 以后别接这种小角色 姐姐负责把你捧红 可让谁都没想到的是 这个小富婆还真说到做到了 不仅亲自给男孩当起了经纪人 又给男孩重新拍照 又是帮她设立人设 更是利用自己 互联网公司高管的身份 调动公司的所有人脉 直接把男孩的资料 做到了韩国搜索版的第一名 就这样 在她的包装和打造下 男孩瞬间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 成了拥有流量的小明星 很多导演都邀请她担任主角 然而更贴心的是 为了让男孩不被欺负 只要男孩接到一个星星 小富婆都会推掉一切工作 亲自护送她去现场 帮她站台 果然这个方法很好使 看着男孩有这么个大背景 一向势力演的导演们 纷纷拿出对待国际巨星的态度 对待着这位新人 不过 让小富婆觉得欣慰的是 这个男孩并没有在她的保驾户航下 开始飘飘然 反而更加的努力敬业了 看着男孩在镜头前 肆意地发挥着自己的天赋 小富婆顿时有了重成就感 然而 正当小富婆欣赏着男孩演技时 男孩却忽然静止走向了她 直到男孩站到了自己面前 小富婆这才隐隐感觉到 这是要出大事了 这个小富婆太可爱了 只因看到喜欢的男孩 被自己从一个龙头 捧成了大众喜爱的明星 本想来减肥的她 竟高兴地一口气吃了五碗大米饭 然而此时的她还不知道 正是男孩这种身份的转化 也将为他们的关系埋下隐患 很快 小富婆从男孩口中得知 之前一直无人问津 还要小富婆坚持做经纪人的她 现在已经被韩国最大的经纪公司签约了 并且要作为未来巨星打造 听着这个本该高兴的消息 小富婆心中却开始纠结 她清楚 这就意味着 她作为男孩假经纪人的身份到头了 自己也再不能借机陪在男孩身边了 不过看着这个男孩终于熬出了头 这个善良的小富婆 最终还是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咬牙咽下了所有的爱意 决定把最无私的爱送给男孩 就这样 小富婆开始了无私的行动 不仅每天默默给男孩所在剧组 送去各种美食 更是自掏腰包买下了地铁的广告 帮男孩宣传造势 看着小富婆这无私的付出 原本木讷的男孩似乎明白了什么 然而让男孩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尝试着试探两人的关系时 小富婆却说只是粉丝的关心 看着小富婆坚决的态度 男孩只能失望地离开了 可此时的男孩哪里知道 小富婆并不是不爱她 只不过为了能更好地 让她们完成梦想 不让她们之间将要发生的恋情成为 影响她事业的绊脚石 小富婆选择了一种 最无私的方式在爱她 那就是 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你只管大鹏展翅近情飞 有姐姐在为你保驾护航 你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我们都开机门 女人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为了不影响男人的演艺事业 选择牺牲了爱情 可到头来 却忽然听到了男人吸引服兵役的消息 想着接下来几年 连见男孩的机会都没有时 女人彻底的崩溃了 看着男孩的道别极景 曾经一路的美好 又一次出现在她的脑海 就这样 女人的哭嚎声响彻了一个晚上 然而当第二天 看到曾经为男人买下的地铁广告被清空时 女人这才恍然大悟 要是自己这次不去争取 她和男人的这段故事 也许就真会像这块广告一样 会在时光的流逝中 被抹得干干净净 于是女人决定鼓足勇气 给男人打去了电话 可谁知 男人的电话已经遗失 然而就在女人 在派出所里找到男人的手机 正在读物私人之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看着这个最后的表白机会 女人决定不再磨叽 这次她要用行动 去告诉男人自己心里的爱意 不能让你的轻捧 我的孤人笑话 是一场游戏 我希望花开时你 也若是你白手不相离 我不爱你谁爱你 这个女人太可怜了 好不容易和喜欢了两年的男友相恋 可老天却只留了两天时间给她相处 因为两天后她男友就要去服兵役了 想着之前自己足足浪费了两年 女人真是后悔不已 看着女人这么的伤心 男友决定要用剩余的时间 给女人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想着女人 忘了不忘了 我会等待 世界が終わるまでは 離れることもない そう願っていた 幾千の夜と 物だらき時だけが 那世界以来では 何人都能忘了 在《夜深深的笑途》 这《风寂途》 女人都能忘了 谁能忘了 我离不碌 我离不碌 天宣洞 stile 그러니까 다치지 마 배 배우 当山峰 没有冷叫的时候 当河水 不再流 当时间 停出日月 不分 当天地万物化为虚荣 我还是 不能和你分手 不能 不能和你分手 你的温柔 是我今生 最大的守候